美国早烦了蒋介石之后,美国又派一个代表去延安见毛泽东 毛泽东也想拿他的钱 所以中国立党,中国各个派全是背后的老板 毛泽东后来,斯大林是毛泽东老板 美国是蒋介石的老板 都是各大利益集团在走着 中华民族在二战之后 从五四以来,从清末以来 中国是大量的疆土流失 国家贫穷都是从这个开始